最近国内的某些自媒体开始炒作巴基斯坦背叛中国投奔美国的这个事情 小心别掉进了印度的宣传陷阱 大家好我是施涛 最近国内的很多我们的自媒体同行在炒作一件事情 那就是巴基斯坦咱们的巴帖背叛了中国 投奔了美国和美国签署了一个所谓的驻军协议 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显然是引发了大家的一个高度的关注 毕竟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从官方的定义是非常高的 那大家要注意这个高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 叫做铁杆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 那么这个关系实际上已经是体现出巴基斯坦与中国非同寻常的一个联系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联系下 为什么巴基斯坦去和美国又签署了一个驻军协议 难道是巴帖要背叛中国要被刺中国吗 实际上我们说在问某个问题 为什么之前一定要先说是不是 我们来寻找这条新闻的这个始发地或者是我们的溯源 最终发现这些新闻的所谓来源都高度的集中在几个印度的媒体上 是由印度媒体来炒作所谓的巴铁背叛中国投奔美国这么一个事情 那么可以说我一提到印度大家也都大概知道了 这有可能是印度进行的所谓的认知作战舆论战 那么实际上巴基斯坦内阁最近确实批准了一个所谓叫做巴美安全合作协议的一个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协议是什么呢 它的全称是巴军与美军的通讯互操作协议和安全协议备忘录 那么在这个协议之下实际上是规定了巴军与美军在合作方面的一些对接接口的问题 什么叫对接接口呢 说白了啊 那就是我有事我打电话找谁啊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协议的规范之下呢 实际上巴基斯坦与美国之间的一系列的合作才达成了一个最为基础的一个共识 那么双方可以在这个协议的基础上继续探讨在装备采购 在情报交流 在人员往来上的一系列继续深入的协议 也就说巴基斯坦实际上只是与美国签署了一个啊 咱们俩电话打得通的这么一个事情 那么这个协议呢也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啊 之前作为美国的反恐盟友啊 巴基斯坦与美国是早就签署了类似的协议啊 在05年就签署了 但是呢 之前的一版协议呢 有效期是15年到2020年的时候呢 由于双方的关系降到了一个低点 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呢 这个协议是没有续签的 那么现在呢 随着巴基斯坦这个谢里夫政府的上台呢 又与美国重新开始了相关的协商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回来 这样的协商这样的一个协议 它的等级它的基础程度啊 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再加上呢 实际上巴基斯坦在长年以来啊 在与美国的合作中 可以说啊是吃尽了苦头啊 无论是之前的巴基斯坦与印度战争中 美国的这种背弃的行为 还是由于巴基斯坦这个制造核武器等等问题 导致的美国制裁 使得巴军长年无法获得这个F16等等更新装备 都对巴基斯坦啊 留下了深刻的这个刻骨铭心的印象 而正是基于这一点啊 巴基斯坦与中国的这种紧密的合作关系 更是显得难能可贵啊 那么未来啊 我们看到巴基斯坦现在实际上 已经在包括陆军主战装配啊 坦克等等啊 包括了这个海军的主战舰艇啊 各种呼卫舰 再加上啊 包括了空军的主力战机上 已经全面的导向了中式的装备 在这样的一种架构下啊 之前我也跟大家聊过 随着双方合作的深入 随着装备习惯的养成 随着整个维护体系的更新换代 再加上与中式装备配套的战术战法的纯属 巴基斯坦与美国在军事上的联系 恐怕会越来越少 那么巴基斯坦与美国签署的这个协议 那么更多的来说呢 其实可能会集中在这个情报交流的领域 那这一方面其实对我们来说啊 也是一些相应的机会 那么大家对这个中巴关系的发展呢 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交流 以感性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